台湾太魯阁族自治协会1月28号正式成立 李监士们正筹划推动相关的事宜 逐步迈向自治之路 让国际认识台湾南岛的故乡历史文化内容 2004年1月14号太魯阁族证明之后 自2005年4月到2006年4月 递经太魯阁族自治推动委员会的学界专家 与其劳六次审议 一次空地会一次研讨会 与29次到部门都市说明会 最终完成草案 台湾国主自治协会 已在1月28号正式成立了 所有理事长提到预讨 则是说明自治区的重要性 我们继续的在推自治 过去我们族人生活在一个土地上 因为有不同的外来挣钱来到这个土地上之后 我们的这个民族的尊严文化 都在这个外来政权的这个意识形态之下 把我们的文化隐藏在看不见的一个后台 那我们现在呢希望通过自治 找回我们自己的历史跟文化的主体性 唯有自己掌握这样的一个权力 自主权以后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土地上 真正这个土地的当这个土地的主人 这个是我们在推动 接下来证明完了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自治 来共享这个台湾主流社会的一个建构 平等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回到这个主群主流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来跟所有的台湾这个民族 大家共享这个土地上的所有的这些文化的资产 李大佑表示协会成立之后 李金师们也马不停地召开会议 来讨论今年这个推动重大项目 来迈向自治之路的要劲 台湾这块土地可以说是南岛民主 南岛文化的一个原乡 所以如果是我们好好地让原住民 在这块土地上自治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地推动 台湾南岛民主文化的优势的一个地位 让台湾能够走向国际 这个共同维护这个人类共有的一个 文化的资产在这块土地上 这个是我们希望这个推自治的一个目的 台湾南岛深耕南岛文化 台湾走向国际 李大佑表示通过法定成立的台湾 台湾格组织之协会 为了将监负起跟政府对话协商的重大政策 争取适切适宜的台湾格组织之法配套措施 将来就是以这个窗口作为政府之间 进行跨部会的一个协商的平台 协会目前首要目标是以台湾格国家公园 以及万龙巷连田山园区 作为自治区的示范空间 继续跟中央政府进行争取 接着教育学校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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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